286. 《文匯報》 劉明偉憲繼政府 與港青面對面接觸 2015年7月26日香港新聞 A07香港《文匯報》信 記者鄭志祖、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劉明偉 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 家庭背景未必是成功與否的最大因素 因為社會上很多人家底不好也有出頭天 最關鍵是自己努力 他呼籲特區政府、政黨、公眾人物多與年輕人接觸 面對面接觸 好過體研究報告一千倍 他又說 年輕人認為特區政府不接納意見只是錯覺 政府或委員會也沒刻意向年輕人作思想改造 劉明偉昨日出席港台節目政壇新秀訓練班時表示 自己開始觸到年輕人心態 但認為香港年輕人太多元化 很難一概而論 這也是他出任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的最大挑戰 他強調 很多青年政策其實也是社會政策 包括文化、教育等方面 而且青年工作的效果不會即時呈現 往往需要五年、十年時間 五次建橋、建公屋 接觸好過體研究報告一千倍 他俗說 大部分委員經常做青年工作 呼籲特區政府、政黨、公眾人物多與年輕人接觸 最重要是用心靈聽和接觸 同大學生、中學生食午飯 面對面接觸 好過體研究報告一千倍 被問到自己出身於富裕家庭 是否擔心被標籤為富二代或導致工作綁手綁腳 劉明偉直言 家底未必是成功與否的最大因素 因為社會上很多人家底不好也有出頭天 最關鍵是自己努力 他指家庭背景不會阻礙他的工作 少言最多是想撿垃圾都不給 或者主辦單位介紹他事 因有太多銜頭而浪費時間 被問到躺在有違法佔領行動 會否到場了解年輕人想法 劉明偉明然絕對會 但基於因法治上的考慮 他不會支持違法行為 他又認為 年輕人認為政府不接納意見是錯覺 指政府可能有很多不同考慮因素 並強調無須向年輕人作思想改造 也不認為政府或委員會要刻意向年輕人灌輸某一種思想 主辦公式協議 憲明 詞人們的作品 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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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